你又是香港成功故事 在80年出世 我记得80年时香港很好的世界 功夫片80年应该是红金宝肥龙过江 灰鞋功夫片 七几年最硬桥硬码硬正 你自己不用说 做人很难文武相传 你叫我握笔识写几只字 你叫我打一夜被人扫下 你老哥可能 我反转 你读书行不行 读书完全不行 但看武术的东西 多深多难我都可以 自小 有没有看本雜誌 叫新毛玻璃核 有看过 教很多不同的功夫 或是智慧术 蛇形拳的碗转下 有跟着学的 你小时候有没有看蛇形雕手罪拳 有看 你自小特别觉得对动作吸引 看到放肛 看到素理化打喊 会容易掌握一点 见到他就会跟着 八仙过海一起做 很容易记得 老板也容易记得 叫你记化学方式 我完全都不想看 所以这些就是天生 天才 对不对 现在我觉得 你那一代 我觉得很可惜 现在才有很多 发明教育理论 过度活跃症 又说有些痴痴呆呆 但走过见到大厦 那些窗又懂得好记忆地 画低 但那时没有这些理论 其实很多我们香港很聪明的人 被一个机械化的教育制度买没了 我都觉得是 我儿子说我儿子是过度活跃 他坐不定就说是过度活跃 我都不是 小儿子是谁坐得定 不会坐得定 我的年纪大才坐得定 年轻人要动 因为那些先生 你都知道他不理你 他一班 四十四岁 他又由头上到尾 全部都要坐在那 他见到有一个移动 他当然是很针对 但他不想想 我们生出来每个人是不同的 就算是鸡蛋生出来的形状 都有少少的curve 后来你去了公尊那里读 然后出来了 找回你一条正确的路 当时我打拳 香港不流行 我95、96年不流行打拳 即是很适媚 没有现在那么发达 现在成千间拳馆 真是厉害的 不如做事就算了 你初初不是一接触就是泰拳 我学泳春、蔡理佛 之后再学泰拳道 最后才学 那时是自由搏击 那时不是要泰拳 是杂家 即是你是小儿子 你拿着碟去自助餐 这儿吃点那儿吃点试一下味 小时候玩的 就不是真是很认真学的 所以每样都碰一下 碰到最后就是 我其实想在擂台打 我想让人知道 我打功夫真的懂得打 就不是躲在后巷打那些 功夫就是输事 没有一个擂台制度 西洋拳、亚里和泰拳都有 所以一有就变成可以职业化 专业化 所以我就是想上擂台打 高人我们要学 如果你觉得这有专长 一定要表现 给这个世界看 就不要修修 不要躲在架 有这个特别是当你有一个自信 和真的有实力的时候 我觉得中国功夫有一样 泰国讲瑜伽精神 又是学来强身健体 保家卫国要防卫 说的太多 就是我门外 怕鬼什么防卫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卫 对 但是那些人有道德 你进攻攻击人 不要我们中国文化 三千年不侵略不打人 被人欺牲不到最后关头 所以中国功夫到最后变成是打死物 例如砧板打西瓜 即是打那样东西 演变了去做那样东西 所以这样变成由于习技 即是变成北派那些 变成另一样是很好看的 套路歌 是 Performance 你说用来武士 打个胸翻 都好看的 好看 但可能变成另一样 但变成泰拳也不同 真是战争 但之后中国也演变过的一个是散打 专与针对泰拳去打 曾经都搞了很多次中泰对抗载 泰国也有赢过 中国也有赢过 打得很难分难解 以前的散打王很出名 你知道中国也很正 兼容并霸 中国文化一夹到印度佛家又吸收 基督教又吸收 伯家大乘 伯家大乘 中国的武术其实是一个大庄主 吸收各样东西 你觉得现在中国武术的前景是怎样 越来越好 其实开始领导阶段 之前是吸收学习的 但现在他将很多不同的功夫都放在中国的武术里面 现在中国的散打趋势是 领导都投几位的 很厉害的 所以这个疫情也希望早点过去 疫情直接停止 所有东西都 其实我接了几场比赛都没完 即是没得再去打 因为没得搭飞机 还有你去到要隔离 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 其实你隔离十四日 二十一日 其实你所有体能 所有东西都 都倒下了 还有由第一二三波到现在 其实我有很多运动员都 没得做运动 变成一个如果是一个 精英运动员来说 他的水平是跌得很低 所以就对于运动是比较难搞一点 三三三八八 一争